正好三十 张震俏皮的用双手比出大爱心 再用OK的手势象征三十 全场浑身没动 仿佛像尾牙一样热闹的餐会 原来是张震和老婆 举办一场岁末感恩餐许 曝光了菜单上写着正好三十 指的是张震出道三十周年 正好拿到了人生第一座金马奖 在五星集饭店宴请三十桌 邀请张震三十年演艺生涯 合作过的前辈 以及好友 其中包括影响张震很多的李安 当然啦 每次看到导演都很开心 对我们都是都一起都有工作过 所以都是伙伴 张震曾经拍过李安的《沃湖藏龙》 今年金马奖结束后 李安特地到庆功宴上 亲自送祝福 张震更透露 李安每一次和他见面都会出功课 去年还要他看好几部电影 张震也会回报学习进度 他得奖就是最好的鼓励 那没有得奖我觉得也应该鼓励 这电影就是一个梦嘛 那看到人能够触摸到自己的梦 都是有一种幸福感 一种兴奋感 张震和李安其实很有缘 张震十四岁出道作品 哭领接少年杀人事件入围金马 当年李安指导的推手 也登上金马殿堂 趁着两人都在台湾的时间 张震邀请贵人吃饭 有趣的是 邀请韩上写dress code是轻松自在 果然大家打扮休闲 参加party 金马影帝保持千讯和初衷 曾经说过希望透过作品 持续和电影人交流 得奖了半个月后 干脆宴请三百多位好友 一起分享荣获金马的好心情 TVBS新闻庄气缘杨慈音 她被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